当代艺术,城市规划两个馆合而为一 但我觉得它特别特别像一个外星人做的一个新建 生活就是走走听听,欢迎回到马武朗的频道 今天继续带大家在深圳放空 完全没想到今天是这么好的一个天气 原本我还选了一个就是故意选了一个室内的场所 来做我们这一集的深圳放空指南 因为整一个月深圳都是在下暴雨的天气 原本我还以为今天的天气都是下暴雨 不过没关系,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来逛的 那么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不要看这个名字非常的绕口 它其实是把当代艺术还有城市规划两个馆合而为一 那么这栋建筑这么美的一个建筑 是来自奥地利设计团队的一个杰作 那个方案 也是 在炼岩上 就是一个我们选择的 在这一栋建筑 对我们的社会 对在这栋建筑 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在这栋建筑 你会移开 我会一定会认识 我会有一个杰冬人 说一句 好 本来这边是应该有一个M3M的咖啡车 但他说在调试中 刚好今天很热很想喝咖啡 走吧我们进去厂房里面 好了现在我们终于进到这个艺术馆了 哇塞今天没有什么人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当代艺术馆 非常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还有我们那个中心的一个空间 你觉得这个看着会像什么呢 它其实有个名字的叫做云中心 你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不同人去看它 其实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但我觉得它特别特别像一个 UFO或者是外星人做的一个星舰 或者是异形的一个开的一个飞船 这个是驾驶室然后后面是一个飞船这样子 是不是特别像 嗨这里依然可以找到我吗 关于这个呢讲深圳公园的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 就是深圳的公园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就光是在市中心没有几十个呢 就也有十几个吧 我觉得就是住在附近的话 总有一座公园在你附近 所以你看一下就是整个的规划 围绕着城市周边 大大小小都是不同的公园 然后这个图呢可以看得出深圳人的大多数的年龄层在哪里 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九 还有三十到三十四 三十五到三十九 是这样的大头 果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城市 这就是南投古城的一个复原的模型 然后这边有个许愿墙 看一下来的人都会许一些什么愿 我发现好像都是跟买房有关的 对所以呢这张图可以 比较好的展示到深圳的中轴线 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对现在身处的这个艺术馆 然后这个呢是少年宫 这个是书城 这是市政府 平安大厦 还有另外一个再见的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然后对面这些山呢就是香港 然后其实之前来那我是记得这条路 然后是可以走的 然后可以绕着这个装置这样走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是封起来了 所以呢它经常会有一些常规的展览在这里展出 现在是一个叫做深圳回响的一个展览 相当多的一些旧的照片 还有一些历史资料 去讲述深圳不同的地区 然后不同的街道 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样子 那对深圳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期深圳防空指南介绍过的南投古城 所以最初的南投古城 它的那个房间还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看来现在那些旧的居所 跟这个比起来还是太新了一点 以前住的街巷 我发现跟广州的那种 就是西关的那一带的那个像才有点像 这里这么Cyber Field的一个区域呢 就是这么多的一个液晶显示屏 它其实就是在讲述深圳一些特有的自然资源 或者是一些生物资源 好那么在今天的深圳防空指南当中呢 我就带大家逛了一下我们深圳的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那么如果来到深圳的话 呃逛完街然后吃完小吃 然后去完海边 你还觉得有空档有空欲的时间的话 建议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城市中轴线 还有这个CBD这个区域福田区的这几大的展馆 尤其是我身后的这个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去看一下 尤其是它又好拍又免门票 然后人又少 然后晚上呢这边亮灯的话还挺有感觉还挺漂亮 不过今天确实有小小的遗憾呢 就是它跟我上几次来这个艺术馆有点不同的地方 它今天没有特别的展览 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展出而已 所以呢下次如果你过来的话 提前在它的公众号或者是它的网站上去看一下有没有特殊的展览 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欢迎在下面评论 那么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跟关注起来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好了生活就是走走停停我是猫五郎 那我们下次行程再见了